华航空服员去年六月间大罢工 造成空中交通大打劫 事后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 与华航签下一份协议 协议中有多项要求 包含保障空服员休假时间 准许台北报道 提高外站今天 而且限制只有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的会员 才享有提高外站今天的优惠 另外也明令禁止其他职业工会的大便车条款 不过协议达成后四天 华航就全面提升华航工会的福利 包含机师 地勤人员 不属于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的会员 也可以享有外站今天 台北报道等等的福利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不满 向劳动部申请裁决 劳动部认为华航确实违反进大便车条款 发款30万元 但空服员职业工会要求了 再提高外站津贴等等诉求 全数不准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因此提出行政诉讼 要求华航遵守协议 并撤销劳动部的不利裁决决定 北高行认为双方当时签下了协议 并非团体协约法上的团体协议 只有民法上债权的销利 所以对华航没有拘束力 重其量只能透过诉讼 请求华航赔偿 因此北高行判决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败诉 本案还可以再上诉 记者明方的福道